我是今年才接手 但是因為黃教練其實前三年 他都已經有把這一批選手訓練 把基礎打好 加上剛好小黑 俊浩 然後旭森 其實他們都是從高一打到高三 其實基本上他們也算是 剛好在最成熟的時候 然後也給我帶 那其實我就是把每天黃教練 我在松山當青年護教 然後每天他教我東西 然後他如何訓練 然後我只不過再把他訓練的方式 然後再繼續延續下去 加油 再調整的話 其實就是在把防守一對一 個人的細節上稍微再強化 進攻方面其實我還是會利用影片 從影片去找出問題 然後再從訓練上去修正這些問題 我覺得 就是在把我們擅長的東西 再把它強化 然後再把進攻的部分的問題 稍微再做修正 我現在的教練 他比較會貼我們 講的話 然後去改變策略 這我覺得差異蠻大的 因為這樣子 就是我跟表演教練 我們雙方都知道 我們哪裡需要改進這樣 以前教練帶的時候 學長他比較偏向學長 就可以比較多試一下溝通之類的 然後現在轉變為教練 然後但還是那個感情都還在這樣 然後沒有什麼問題 我都直接問學長 現在都叫教練 都直接問教練 他就是給我們 就親自示範給我們看 跟這個黃教練一樣 黃教練也都是親自下來防守 然後做什麼滑步之類的 他都是親自做給我們看 就是給我們個榜樣這樣 其實這部分就是黃教練 他在平常訓練的時候 他就會親自就是下去 然後示範一些動作 然後其實我也都在旁邊看 然後等到我自己當上總教練的時候 其實我也是希望用這種方式 來去指導球員 因為我覺得有時候要 你親自下去的時候 才可以讓球員知道說 我們現在教的重點在哪邊 然後他也可以去拿捏到 教練講的原則跟重點在哪 所以我覺得這部分 不管我幾歲 我覺得其實都還是會一直 每一次的練習 都會這樣子親自下場示範 然後讓小朋友可以更了解到 重點在哪邊 對 像我們松山其實就是神盾 大家都知道 所以就是防守 就是從黃教練那邊 一直傳承下來都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就是保持著 就是從防守開始做起這種觀念 對啊 就是松山系統 防守一樣 就是一樣很強悍 就是野性 然後就一樣還是要很積極很壓迫 因為我們比別人小 身材沒有別人好 這樣 所以我們就是要比別人 就是敢打敢壓這樣 全場能壓迫 就是跟瘋狗一樣 就是把別人壓死這樣 就要比別人壓死了 就要比別人壓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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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小細節方面 就是也跟光學院一樣 要求很高 因為這樣子才可以讓我們 動作做得更完整 所以就在比賽中 比較不會失誤這樣 然後給 然後再給 有沒有問題 然後小A這時候 是不是切完 一給完 衝 到這裡 然後這裡 Shot 有沒有問題 來 預備 Go 對 對 Go 衝 對 對 來 個人表現 其實我沒有強求要怎麼樣 但是我最希望就是 還是團隊 可以拿一個冠軍 對啊 因為大家也知道 黃佳健今天也就退休了 所以其實我想用這個冠軍 來表達我對他的 就是這三年來的感謝這樣 佳健常 看我說 老闆就是我想像嘛 籃板 籃板 武健 續三 來 來 預備 我去美國 已經對付那麼多黑人了 我怕台灣的幹嘛 這次就是 策略的問題就是說 如果真的守不住 就是採取包夾這樣 讓他們 不要那麼輕易的 在我們 進行內得分 因為去年 像 小柯啊 尚名啊 他們都畢業了 然後所以 得分點也少了 蠻多的 因為我被 T上先發 去年也沒打太多 然後今天被T上先發 所以就 逼自己成長 然後有自己不足的點 都會去問教練 然後自己再改善這樣 我們是要追求進步 這已經跟名次不是沒有關係了 而是說你在當下 你在每次練球 每一天 你有沒有進步 每個人有這個目標 這個團隊才會越來越好 越來越強 所以大家要互相理解 相信 信任 然後最後面就要專注的 再做每一件事情 對對金 查看 1 2 3 2 3 開 太濕了吧 你不要太濕了吧 太乾了吧 沒認真哦 請問我們這種事就是